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2018年今天開始了很多天 我昨天在家裏做大掃錘時 發現了很多2017年我買回來 但沒有用來拍片的小道具 新一年新的開始 我打算把舊的沒有用到的道具 一次過拿出來介紹給大家知道 裡面很多東西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打算在那些片中可以用得著 但到最後當然是沒有用到 如果用得著我就已經拍了影片 我們今天就一次過把我們沒有用到的道具介紹給大家知道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介紹我們2017年買回來 但沒有拍片用到的一些道具 首先第一個,這是在玩具反都城買回來的氣球 這個氣球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買 但我記得我在玩具反都城買玩具的時候 看到有這樣的氣球買回來 但這些氣球最終沒有用到 為了我們要清理這個2017年用不到的道具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了它 嘩,這麼難吹 吹氣球之前一定要拉一拉 一定要拉一拉拉鬆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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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氣球而已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但是你們是錯的 看見到嗎?這條是無蟲來的,OK? 對,無蟲氣球 剩下這些我不吹,因為實在太硬了 好了,最後一個了 這個是開派對的時候用的那些... 即是一拉的時候會噴出來的那些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啤酒瓶的形狀 但上面就不是Asahi,是這個Daiso 那它是怎樣玩的呢?它就不用拉的,它只是發的而已 那這裡寫著那個說明書吧 我們嘗試一下發它 好了,1,2,3 大家明白為什麼這些東西我買回來之後 我不可以獨攬拍一條片出來 因為...效果就是這樣而已 好了,那我們最後一個了,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噔噔 也是在Daiso買的 那這些全是在100日圓店買的那些小道具 那這個呢,就是客人的茄汁來的 但是它就不是真的用茄汁 其實它裡面呢,是有一條紅線在的,我看到 那這個呢,形狀就是跟平時大家去的快餐店 那些茄汁的那些一枝一枝東西就差不多一樣了 但是香港的快餐店就比較少用這些形狀 但是外國呢,很多都是一枝一枝這樣的茄汁來的,OK? 那這枝東西是怎樣的呢? 就是你一按它的時候,應該就會這條東西飛出來的 OK,試一下 OK,試一下 就是你想拿來嚇朋友的時候,你對著它 你對著它擠這條東西 就是這樣 看這條片看了這一刻還沒走的,你可能會覺得 你買了一些cheap東西回來,當然拍不到影片 你錯了,有一件貴的東西我買回來 都還沒拿來拍片的,就是什麼呢? 絕叫風船藝人 沒錯,這一盒就是如果大家有看日本電視節目的話 他們來不來有些搞笑藝人呢?他們玩書遊戲之類之後呢?他們會把一個很大的氣球放在自己的肚子裡 然後之後就把它砰漿掉 那這一盒就是玩那個東西的 因為日本和香港的電壓不一樣 那這個呢,我們先拿個變壓器來插上去 我們這些經常用外貴回來拍片的變壓器當然不少了 隨機附送呢,有五個這樣的氣球 那這些氣球呢,我們當然就是要... 堆在這個位置了,是不是? 好,我們試不去前,立刻試一下玩這部機 好,電源已經插上了,那這個呢,我們放在T-Shirt裡面,OK? 接著之後,開啟 哇!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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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啊! 哇! 好痛啊! 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這些氣球呢 是會痛到這樣的 好像被人編了一下這樣啊 對了,這就是跟大家介紹 2017年有很多為什麼我買回來沒有用到的道具 那啊,2017年的東西過去了啦 那2018年呢 我們再去發掘多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知道,OK?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個按讚 有什麼記得按個按鈕嗎?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就這樣,拜拜! 我們下個影片 C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